你到底好了沒?你在裡面幹嘛?你在裡面洗澡嗎? 還是你在裡面敷蛋?你是去參加婚禮嗎? 你怎麼可以換那麼久? 你不知道女孩子的親生是有限嗎? 我不想浪費我親生在等待你上面 你是要養一隻青蛙還是一隻叉燒的鴨褲? 好吵喔!什麼青蛙?什麼叉燒啊? 等一下! 你為什麼要穿這樣? 關你什麼事啊?出發! 這邊有印象嗎? 怎麼樣?我要幫你回憶一下 那個時候你一個人 這一群小流氓尾翁 打得比起年重 然後你就躲在地上了 要不是 我及時趕到 我一個打十個 我怕你現在連你自己都認不出來自己是誰 你一個打十個 就憑你長手長腳? 這種迷你短腳被人家打好吧 不信啊 好的 我先一個正拳 K.O.1 還有一個側踢 衝擊 K.O.2 那其他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呢? 喔 對 很多人 嗯 然後雖然他們就一拳一起這樣圍上來 然後這個時候呢我就決定讓他們 吃我一記 揮 懸 踢 啊 呼呼呼呼呼 就你這種伸手 你確定你可以打十個 那 那 那是因為今天下雨啊 鞋子花 那天鞋子不花 不用跟你解釋那麼多啊 你就想不起來 怎麼樣 吃得想起來是不是 那為什麼阿牛那天會一個人來到這裡 我怎麼知道他為什麼會來這裡啊 我那天就是準備把他送回江市集團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一個人會來這裡 然後跟別人起衝突 你本來不是想要把他丟包嗎 那為什麼又要回來找他 你是不是覺得對不起阿牛 你為什麼要騙我 你如果不想要看到我的話 你就直接跟我說啊 你幹嘛騙我去洗水塔 你還騙我去 你都 你騙我去我都不知道是哪裡的地方 對不起 對不起 我沒有對不起阿牛 我只是比較良心 看夠了沒啊 走啦 換地方啊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是我之前帶阿牛來修馬達 結果阿牛笨手笨腳 一個不小心就摔到山坡下 把自己的腰都給摔斷 真的 好 你也知道 沒有那麼大一隻 很麻煩很重 不好意思 我不是說你 我是說阿牛 還是你先下山 然後等我休息好了一點 我再自己下山 好啊 你OK喔 你真的要自己先下山啊 總好不我們兩個都被困在這裡吧 欸 張理謙 欸 我親愛的執行長 你叫我講故事你又不聽 繼續說 然後呢 阿牛摔斷了他的腰 啊 啊 啊 可是呢 這個時候他要肚子很餓 我就 就卡住了 肚子很餓 然後腰很痛 哎呀 肚子很餓 哎呀 我真的很害怕 他再這樣子下去 他可能會餓到在這邊昏倒 所以我會更慘 於是沒辦法 我只好去外面挖野生的芋頭來給他吃 結果呢 我沒有想到 我們阿牛膽小如數 膽子小到 以為我要把它給放鴿子了 所以當他看到我回來的時候 就激興奮 又害怕 然後整個人 哭得稀哩話啦 呼 我只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肚子餓的時候 又往前挺呢 阿牛這個人毛病是不是很多啊 他的毛病再多都比你好了 你刚刚不是说要自己先下餐 我这个人是很讲义气的 把你一个人丢在这边不是我的styles 而且万一 要是晚上黑熊来了你怎么办 黑熊 对啊 你这么大一只又不能动 搞不好黑熊觉得你很好吃 就要把你吃掉了 你 你可以帮我把门关起来吗 你人那么大一只怎么那么胆小 怎么会有黑熊呢 可是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 把他留在山上 自己下山找人来帮忙呢 以他的智商等我找到人回来 他自己可能已经死在这里了 不会懂了 你不懂他的笨 就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夜 可是这样子不是比较快 比较有效率吗 不好意思 我跟你不一样 我是绝对不会弃朋友也不必 所以 你把我当朋友 不是你 是阿妮 不是说完啊 想起什么吗 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 这里很闷 我要走了 没事吧 你还好吗 看过了吗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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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帮忙 走开啦 走开你很重 不行不行 我腰卡住了好痛 好痛啊 那我就揍起你 你要不要走啊 你不走我要走了 好了 这是这边最后一站 财神庙 你看完的话 就可以赶快离开林孝村了 我记得这里啊 你当然要记得这里 你在这里火烧财神爷 我记得你在这里抱我 拜托 怎么可能啊 很恶心耶 impossible 那是因为 就算有也是因为 因为阿妞就 这样子靠过来 所以我就 勉为前的 这样子 抱一下 矜持而已 你喜欢阿妞吗 你到底要问几次啊 我不是就说不关你的事吗 那那个时候 我靠着你的时候 你为什么没有把我推开 这有很重要吗 这种小事谁会记得啊 你不是要来看阿妞走过的地方 这里就是最后一站 你自己慢慢看 我要先走了 不许动 二十四个小时 二十四个小时 不忘她名字 却换来三次 像一把刀子 刺入泪流不止 她也曾想个傻子 做了一落狂傻事 而我总是 一把刀子 抵达失去理智 就算这样爱情 还是让人着迷 一杯杯浪烟一样填满心灵 因为这样爱情才会让人好奇 这爱礼物一样慢慢解开神秘 Fool in love aga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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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a fool in love Fool in love again 你效果干嘛那么重啊 谁叫你乱亲人啊 我這樣算很客氣喔 我沒有插下你雙眼 你有病啊 哪有人這樣亂親人啊 你是小時候看太多是不是啊 你也插太多了吧 之前我在山上跌倒 整個人壓在你身上 你也沒有這樣對我啊 你還關心我的傷勢 現在你怎麼樣 你還插下我雙眼 那不一樣啊 那個是山難耶 而且那個是阿紐他 你為什麼會知道 倉庫摔倒的事情 我沒有跟你說啊 還有 你怎麼會知道我抱你的事情 是不是 阿紐的事情你都記得了 對啦 我都記得了 這樣可以了吧 那你是一開始就記得 還是突然想起來的 一直都記得嗎 那你一開始就記得 你為什麼要說你不記得 因為覺得很丟臉 很羞恥 是在我們家跟我們相處很丟臉的 我是覺得我自己很丟臉 我失憶這個事情很丟臉 我整個人出糗很丟臉 我從堂堂一個執行長 變成一個什麼都搞不清楚狀況的阿紐 很丟臉 很丟臉 才不會了 當阿紐一點都不丟臉 我覺得當這樣以前才丟臉 可是 既然你都記得 那你幹嘛叫我再帶你走一次阿紐走過的地方 因為我想要知道 你對阿紐到底是什麼感覺 但是經過這一趟我們非常知道 你很關心阿紐 很想念阿紐 甚至關於他的所有一切你都記得非常清楚 我 真的很卑鄙 但是後來我知道 當阿牛不丟臉 雖然常常被你欺負 被你當小弟使喚 還要忍受你的壞脾氣 但是不管怎麼樣 都比現在這樣 被你討厭 還要好得多 我記得 阿牛很喜歡邵與方 但是邵與方 她喜歡阿牛嗎 因為我會被你染了 我一直在看的 還要rol我的衣服 使你 你會遇到 你會想吃的